《一百七十八》 承報 內委會唱泛民接棒副主席湯家驊 多年慣例可免爭拗 2015年7月15日港民A06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暑假休會前收勞 昨日朝開年結記者會 外界關注湯家驊10月辭任立法會議員後副主席一職誰屬 內務會主席梁君彥認為 政府主席應由泛民建制各自擔任 方能做好雙方溝通工作 湯家驊認同副主席應由泛民出任 方能避免不必要爭拗 本部政治組報導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朝開年結記者會 湯家驊表示 在過去2014-15年度會內 內務委員會一共舉行31次例會 以及一次特別會議 政府一共提出20項法案 交上年度少9項 行政立法關係劍笨腦將他又指出 政府上半年只提交4項政府法案 11項則是下半年才提交 當中8項乃4月中才提交 其中4項更是本屆會期最後兩次會議才提交立法會 他又指出 上有三項在本年度立法議程的法案 當局沒有提交立法會 當中包括選舉法例 喪失資格調問 修訂 條例草案 他表示 內會今屆會期 同意成立兩個研究涉及多個 政策範疇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分別是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和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 相關小組委員會將於下個會期展開工作 談到政府提交法案進度 梁君彥指出 早前已再三要求政府及早提交法案 但最後只有四項在上半年提交 明顯乃本屆立法會任期最後一年 促請當局必須盡早提交法案 特別是法案若對爭議 佳因今屆立法會任期內一旦未能完成審議 相關法案將會失效 而相關委員會工作將會白費 談到行政立法關係 梁君彥表示 自己去年形容行政立法關係已道見笨腦張地報 認為今年雖然沒有改善 但認為雙方協調意有轉好 而特首兩真英早前已釋出善意 若見泛民政黨 亦將具爭議的創科局撥款申請放到議程最後 至於後政改時期 他呼籲 立法行政機關放下政治爭拗 重踏理性溝通之路 改善雙方關係 並且求同存義 再招處理經濟民生事務 讓香港有喘息機會 急起直追 此乃市民對立法會的期望 葉國謙 須獲建制派接受另外 湯家驊今年10月將會辭任立法會議員 以未內務委員會副主席 一職將會員兇 湯家驊表示 主席既然已由建制派出任 副主席一職必須由泛民出任 此乃工作及程序上需要 亦是議會多年慣例 方能有利雙方合作 令內會程序安排更有效率和相信 避免出現得必要爭拗 並相信泛民有能力找到適合人選 梁君彥表示 內會主要處理程序問題 而非政治問題 認為政府主席由建制派和泛民各自擔任 能做好溝通工作 認為溝通渠道值得珍惜 至於具體人選 應由泛民泛合會召集人梁家極及民建聯益國謙先行協調 他又特別感謝湯家華 表示自己過去三年合作愉快 認為大家日後雖然在不同崗位 仍會為香港長遠利益繼續努力 他又打趣到 一旦找不到合適副主席人選 湯家華可以考慮留任多一年 葉國謙表示 副主席人選需要獲建制派接受 不會經常發表有刺激性言論 令大家在會議上出現對立 亦須知力交深 否則相信建制派會計劃派人參選副主席 他表示 個人希望由泛民擔任